韩国留学通网 什么是终结语尾呢 就是这个画的完结啊 它呢一定是放在画的最后面的这个叫终结语尾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是表示一点感叹语气的终结语尾啊 那么有哪一些呢 这个ねよ ね じよ じ くにょ くな 这几个啊 那么这几个看似好像很多呢 其实呢 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啊 这是差不多的意思 只是一个表示尊敬 一个表示不是很尊敬这样的语气啊 那我们在开始学习第八课之前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第七课的内容 那么第七课我们学了这个终结语尾啊 陈述型的终结语尾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いみだ いみだ 是 比如说是学生怎么说呢 はくせん いみだ 这个いみが 我们看这两个区别的 这个是质问 质问 きるむ 那么问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学生吗 はくせんいみが 对吧 那么あにだ 那么あにだ前面加什么呢 加这个啊 这个主格注词い或者是か啊 那么我不是学生 是什么 怎么说呢 はくせんいあにだ 那么这个 みだ すみだ 是一个表示尊敬的 陈述型的中间语尾 表示非常尊敬的 语气正式的场合说的 那么这个あおよ 那是表示什么呢 也是尊敬 但是呢 是比较口语里面啊 这个非常亲切的场合里面说的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よ的话呢 あお 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是表示对对方 不用尊敬的场合里面说的 对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带着这些知识点呢 我们来翻译一下 下面这三句话 第一句话呢 你是中国人吗 怎么说 你是中国人吗 中国さらん 我不是中国人吗 对吧 아닙니다 我不是中国人 那么呢 我在图书馆里看书 对吧 那么怎么说呢 啊 저는 저는 도서관에서 도서관에서 책을 봐요 那么看书怎么说呢 책 책을 不打 嗯 那么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 嗯 니다 怎么说呢 我们看这个不打的不啊 不打的不是没有这个韵味的 所以呢 直接加什么呢 不打 对吧 直接不打 这样子说的非常的尊敬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 啊 有来说 那么这个不打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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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